8月5日 卢凯彤早上9点50分 被发现坠楼身亡 年仅32岁 消息震惊演艺圈 不少艺人朋友都发文悼念 当晚卢凯彤所属的制作公司 人山人海 通过卢凯彤的社交媒体 戴琪家人发布声明称 过去几年 卢凯彤一直在打一场很艰难的仗 面对情绪病 遭遇症的困扰 我们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希望给他支持和力量 今天他选择了离开 我们希望他在另一边 另一个世界得到平安 声明还呼吁大家 关注社会上 越来越严重的情绪病问题 希望受情绪病煎熬的朋友 也要勇于面对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